提名的時候是用暗票不記名投票 每個提位是投兩至最高十票 票員多了很多 一個提位除了提給建制派的候選人 他也可以投給一個比較溫和中立的泛民 或者林健鋒所說的一些專業人士都可以 提位會選擇多了 這個投票方法也適合所謂的策略性投票 就是建制派的候選人要爭取泛民的支持 泛民的候選人要爭取建制派的支持 有利香港選到幾位理性溫和的候選人 去各族普選特首